这一名男子他疑似遭到袭击 结果整个人昏倒在苗栗的一个警察分局旁边 当时呢只帮远警来处理的时候 就请对面才12公尺远 就在对面的医院来帮忙 结果医护人员就坚持 一定要由救护车送来才处理 最后远警也只好找来救护车 结果这样一来一往 就浪费了12分钟引发了指引 男子就这样昏倒在警局旁的路口 两名远警获报后联盟来处理 由于对面刚好有一家小型医院 报案民众连忙跑到急诊室 向医护人员求救 医护人员赶到先对男子进行急救 没想到评估状况后 认为男子没有生命危险 坚持要救护车开来送到医院后 才做后续的处理 但是医院就在短短的12公尺前 等到救护车到场 绕行的世界一圈耗费了12分钟 算符合标准程序 但这样普进人前做法 似乎也有点浪费医疗资源 但院方也连忙触面澄清 院方也强调 医护人的做法绝对符合法令 但也承认可以再多做考量 男子事后表示自己是被人 用安全帽殴打 才会跑到警局这边来求救 警方目前也在调查相关的案情 记得邱正敏无理案苗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